作为周星持捧红的红的星女郎,张柏芝的前半生可谓传奇与争议并存,她评级星爷的喜剧之王柳飘飘红遍天下,曾经被誉为,玉女派掌门人。 原本人生一路很顺遂的她,嫁给了自己爱的丈夫,生了两个小孩,每次一家四口出现在荧幕前总是和乐融容,令网友超羡慕,但最后却因为丑门不断,了这原本幸福美满的人生。 当时她嫁给谢霆锋的时候,曾经在整个娱乐圈引起轰动,因为这一对珠莲碧合的人,真的是羡煞很多俊男美女,但是两个人却在2009年离婚,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生了两个儿子。 离婚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,是因为在2008年2月份有媒体,曝光了陈关锡和张柏芝拍的风月照片,这一度让谢霆锋非常的尴尬,虽然后面原谅了她。 但是张柏芝却死性不改,后来在飞机上遇到陈关锡的时候,还拍照留言,谢霆锋终于恼羞成怒,两个人最后分道扬镳。 不过离婚不久,谢霆锋就很快和前任王妃走在了一起,而张柏芝带着两个孩子生活颇为艰辛,为了生存,张柏芝经常来大陆参加综艺节目,赚取生活费。 张柏芝虽然经常和一些男人传出绯闻,但是一直未有实质性的结果。 就在2018年刚刚开始,张柏芝则在某社交网站上宣布要在2018年生一个宝宝出来,这让很多网友一头非常的兴奋。 张柏芝则回应道,男友是圈内人,而且还说已经交往两三个月了。 对张柏芝离婚之后,一直给外界一个坚强好妈妈的形象,带住两个儿子非常的艰辛,有时还出来做公益活动,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幸福。 有很多网友也在默默地祝福住张柏芝。 但对于前夫谢霆锋而言,得到张柏芝恋爱的消息,她的直接回复,她,张柏芝,身边一直不缺男人。 对于谢霆锋的回应,让网友非常痛恨,但是想想这也是人家的私生活,况且已经离婚了,我们不变过于多评价,但是谢霆锋作为两个孩子父亲,对两个孩子的照顾真的是太少了,甚至很少去看望两个儿子。 i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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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 im